在历史的长河中 清朝的疆域本来可以在1500万以上 但从清朝建立就开始丧失中国的故土 截止满清王朝灭亡时 中国已经丧失超过400万领土 历史上,康熙和雍正犯过同样的错误 沙俄本来与我国是不接壤的 起初,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 但沙俄的扩展速度非常快 明末清初时期,沙俄已经开始渗透到了黑龙江流域 面对沙俄的侵略,康熙皇帝发起两次亚克萨反击战 在战争结束以后,两国开始坐下来进行边境谈判 清延先后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朝廷再次级往外送领土 其中将贝加尔湖以南,恰克图以北的3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了沙俄 导致清廷丧失了将近200万领土 整个远东送予他人 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方面依然没有准确地图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清廷国力摔落 北方的沙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行动 此时,清朝人手里只有大清一统于土 是胡灵义自己组织人手绘制的 但这张地图仍不是很规范 在边境谈判中,清朝代表重厚勿将大片的国土划给了沙俄 其中包括咽喉要地、乙黎 民国时期,沙俄的动作仍然不断 1911年,武昌起义的炮火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忠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各地都是军阀混战,沙俄趁机又对中国下手了 俄国怂恿蒙古贵族们脱离中国 在俄国军队的支持下 蒙古宣布独立 不过此时,中国方面并不承认蒙古的独立 蒙蒙古在俄国的十月革命期间势而复得 只可惜后来的苏联又重新占领了蒙古 将近三百年来 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进行合计 最少也在四百万以上 俄国人的联系列